接下來大家介紹的是我們昨天過重新興的波爐廳 這個波爐已經有九十一年的歷史 那它就從臺灣老闆都被你們統治了之後的事情 為了要讓他們前面經濟 最後我們就跟他們想要搶成這個購盡 那他們就製造這個波爐 就是來幫他們做製造的這個波爐 那那時候才是帝國大學有兩位造手 在他們的四方變化 四方變化的四方變化 一年中的波爐廳 那一種加特產一種 它不可能在一種其他人連續打開展 所以外面的時候 就執行了一種變化 然後那時候又會馬場高手 那一年到一種馬場 有比較聽得到嗎 好的謝謝 那他就把這個甘蔗呢送進這個波爐裡面 有很多的甘蔗 有比較多給你看 波爐還能不能利用 他就加了這個馬場去送進波爐裡面 然後也在他的蒸發做成這樣 他就可以產生更多的能源 那他產生的能源就有兩個 第一個是原本的熱氣 就可以送去 這個嘛 就是要它 真的成為一個這個本身的彈力 那另外一個就是這個蒸氣呢 就可以送去做能源 所以就出發了 那時候 台灣的能源 然後再去造成能源 那當然現在 我們已經脫離了很多 但是 我們為了要把 這個歷史文部 他就放在這裡 然後放了個蠻長的陣子 一直到最近 我們就開始 波爐為中心做發想 其實波爐一直以來 在歷史中 不管是從希臘的歷史 或是台灣的歷史 或是各個地方 的歷史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以我是外門氣神師 跟你們分享一個 希臘神話的故事 雖然大家都知道 宙斯的 他是宙神 那其實 在宙斯出生之前 第一位出生的希臘神 就是掌管波爐的女神 那掌管波爐的女神 他出生之後 他就維護著這個波爐 那他不斷地 可以崩壞這個家庭 所以就是 波爐 一直都是 我們家庭裡面 做他自己最重視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就做中心 下案中心 跟所有在教堅 做基地的 有資源 就是為了要讓 學生跟學校 都可以享受到 更多的保障 然後溫暖它們 所以就是我們 目前 一原本地日子 他留下來 這種設計的 設計的波爐 做發想 內化成我們自己的經驗 那大家就可以到處參觀一下 那今天宇遙 小心這個鐵的 真的有什麼被抓到 真心 謝謝 請問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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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實這個波爐 是以前我們 實習的場所 我們做實品 駕駕駛的時候 這個波爐才真的 真心的 用來製造 罐子 下一步 當年我們就是負責 那個燒波爐的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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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很油 很雞油 雞油 好 就是說 他蒸氣可以殺 好 好 私品加工 私品加工 是 謝謝這院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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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resas 是 劉市 判斷 シpty 善謀的時候要小心 善謀只有辦法融到大概五個人 善謀都看過了嗎 對對對 謝謝 我還說這一次 他等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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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應該有短線